不需要丁盘也不需要频繁操作 买入就能轻松翻倍 你还在频繁操作吗 你是否每天还在丁盘 有没有发现又累又不赚钱 其实做股票不需要这么复杂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30年的老股民 都不会用的实战技术 三条均线抓牛股 买入就能轻松翻倍 我是专录老师 建议大家点赞加关注 方便后期持续来收听我的内容 别着急划走 错过此视频 多走十年半路 今天我将站在阻力的角度 为大家具体讲解三线抓牛股的模型 这是我珍藏并已经使用了十年的方法 非常实用 我们来看具体的股票实力 途中的股票经过了前面的震荡整理 迎来了大波段的上涨 仅仅在33个交易日涨幅达到110% 如果能够在蓝色蜡烛的位置买入 那么就可以拥抱翻倍的利润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能够捕捉这种翻倍牛股的模型呢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三线抓牛股的模型 首先股票经过上涨之后出现一段横摆整理阶段 在这一段时间呢是主力的吸筹阶段 随后股价突破了横盘整理阶段 迎来了大幅拉升 那么三线抓牛股的模型 关键就是要捕捉到这个突破的位置 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方法 三条均线抓牛股的方法 学名叫风牛出栏 我们用了菲伯纳基数字5天13天21天三根均线来判断中短期的价值成本区 如果三条均线经过震荡横摆之后凝结或者相离很近 然后出现一根蜡烛直接突破三根均线 就是经典的买入位置 而这个位置往往之后的上涨会非常的暴利 于是我们把这里称作风牛出栏 这就是刚才的案例 加上这三根均线配合风牛出栏的实际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前面经过了震荡横摆 然后三条均线明显凝结在一起 这时有一根蜡烛直接突破了三根均线 于是我们就把这里确认为风牛出栏 买入之后不用每天盯盘 只要蜡烛大部分时间高于三根均线 就可以大胆持有 在这个案例当中只用了64个交易日 涨幅高达220% 真的是太牛了 刚才的两个案例 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 相信也都明白了什么叫风牛出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复杂的案例 这是一个美股非常出名的电动车股票 那么在去年的年尾出现一波疯狂拉升 就是图中的最后一个点 E 那么我们会发现的图中我标了 A B C D E五个位置 只有最后一个E才是成功的风牛出栏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点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点是否出现了股价超过三根均线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在A点之前股价是高于蓝色线 但是低于图中的褐色线和图中的黑色线 也就是在A点的大阳线超过了三根均线之前呢 前一根蜡烛是低于两根均线 但是高于蓝色均线的 所以这个位置有两个问题 第一蜡烛不是同一天超过三根均线 那么第二呢 我们也能看到呢 三根均线的距离较远没有形成三根均线的距离很近 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根均线凝结容易产生暴胀和变盘的这个原理 所以A点不能称作为风牛出栏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后的走势也确实验证了 仅仅仗了一天就震荡和快速下跌 我们来看一下B点 B点呢 明显是同一天超过了三根均线 虽然是一根假的阴线 但数盘价也是高于三根均线 那么问题也是一样 三根均线的关系比较复杂 没有出现凝结或者相离很近 于是后面也只是涨了两天 然后再次下跌 我们来看一下C点 那么C点呢也是虽然高开D走 但是收盘价也是高于三根均线的 但是呢前一天的蜡烛 其实已经高于两根均线 所以呢C点呢不能算是一天超过三根均线 随后呢虽然有短期的上涨 但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下跌 我们再来看D D的位置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蜡烛高于三根均线的位置 但是呢前一天的蜡烛其实收盘价已经是高于黑色线和蓝色线了 所以呢地点也不能算是一天超过三根均线 同时呢地点的位置呢三根均线也没有形成凝结或者很近 所以这里呢如果买入也是很快下跌 那么只有呢一点这个位置 一点这个位置呢虽然是一个假阴线 也就是高开低走 最终呢是收盘价超过前一天也同时超过了三根均线 所以他绝对的是蜡烛超过了三根均线 同时呢三根均线离得比较近 这是一个典型的风牛出栏 三根线离得较近 代表价值成本趋一致容易产生变盘和暴涨 关于刚才的这一段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去年的年尾有一只非常出名的电动车股票 被收录到标普500指数当中 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出现了利好消息 随后呢产生了一波大幅的上涨 好的如果对于刚才我讲的五个点 A B C D E 为什么前四个点是失败的 只有第五个点是成功的 有任何的问题和一些评论 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给大家解答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建议大家关注点赞加转发 便于下个视频的收看 我是专录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转发